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勝利組》 我是你們的小編,奇 相信大家最近都應該有發現 除了大家最異熟能長的英國王室之外 我們曾經也都介紹過不少摩洛哥王室的聖餘 就好像有著全歐洲最帥仔王子之稱的摩洛哥王子 入去的小表大廈、小表妹等等 也就是摩洛哥親王所生的聚民王室龍鳳胎 而說到令大家最有印象的王妃 相信就屬於英國的凱特和梅根王妃 不過在摩洛哥,同樣有一位被受媒體關注的魅力王妃 她不僅有著仙氣十足的外表 還有著顯赫高貴的出身 而最令人為之著迷的就是她親民的為人處事 令她獲得外界富裕的世界最美王妃的稱號 另一位摩洛哥王妃 就是二年三十四歲的貝亞特麗切·波羅梅奧 她在2015年的時候和少兩歲的摩洛哥王子皮爾卡西拉奇結婚 成為大王子安德烈西拉奇的弟弟 貝亞特麗切是意大利博羅梅奧家族的成員 另一個當地最古老的貴族勢力非常之強大 擁有令人無法想像的資產和事業 貝亞特麗切等於一出世就享進一般人無的榮華富貴 當年她嫁給摩洛哥王室的第七繼承人皮爾卡爾王子時 還被媒體形容為下嫁 可見她的來頭並不比皇室少嫁 貝亞特麗切和皮爾卡爾王子在大學時期認識 皮爾卡爾王子陳平媒體封為全靠十代最靚仔的王子第五名 過去她和多次被拍到與不同的女生約會 是一個不知不救的泰隊王子 直到遇上貝亞特麗切後就完全改變了 兩個人在愛情長髮六年後背入禮堂 生了兩個兒子 貝亞特麗切在學生時期就已經是一個學霸 不單擁有博科尼大學法律和經濟商學位 後來還去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共讀新聞學碩士 畢業之後她曾經在美國意大利特地的報章 擔任知名媒體記者 亦都曝露過很多大新聞 甚至拍攝過一部關於意大利黑手黨的影片 美貌與智慧並重的貝亞特麗切 在2015年加入摩洛高皇室之後 並沒有像凱特或梅根一樣為皇室工作 反而繼續擔任記者 追求自己的理想 報導了很多政治和社會民生的議題 她曾經這樣說過 我是一位記者 只會追求記者的身份 拼以近人的個性 令到她獲得不少民眾的喜愛 儘管出生意大利貴族 又是摩洛的皇室成員 沛亞特麗切並沒有被皇妃的身份被束縛 亦都不外追求物質 就算出席很多隆重的場合 她只會跟品牌借衣服 私底下穿衣服就以簡單舒適為主 她就這樣說 我不會將身碎的一半用來買並排鞋 因為就算你穿Sara的衣服 都不是什麼一件事 和皮亞爾王子緣分之後 貝亞特麗切為摩洛高皇室 生了兩個可的小王子 成為任務的她依然美麗在凍 比起婚前還多了一種成熟優雅的女人味 上個月 布亞特麗切現身過慶大典 一身綠黑格紋斗篷配上黑色雷絲網帽 配搭黑色手拿包和皮革手套現身 一層不身高的高挑身材 再配搭完美硬直 穿衣服令到她獲得外界的讚賞 她和老公和兩個兒子同框的畫面 更加是全場尾光燈的焦點 雖然貝亞特麗切的知名度 胡凱特和迴近這麼高 不過她嫁入皇室之後 依然生下著獨立女性的光彩 更加堅持自己的記者生涯 這樣的貌美和內涵並重的摩洛高皇妃 難怪會是很多女性欣賞的對象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 都會不會覺得帳美皇妃是她當之蒙愧呢?